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颁奖嘉宾是谁呢 我们来抽颁奖嘉宾 转盘 来 转盘 来了这个 幸运大轮盘 来 我们看这一轮的颁奖人士 王以泰来 去我自己拿奖吗 担我 也不是不可以 有请颁奖人王以泰 众所周知啊 rapper的最可贵之处 是他们都很keep real 从来都是向游先生 掩藏内心的喜怒 于是节目的镜头 也帮他们记录下了 那些人生瞬间的情绪 很多时候rapper的reaction 甚至比在舞台上表演 还要精彩 也为网友们贡献了 大量喜闻乐见的表情包 到底谁会入围 最佳表情包奖呢 请看VCR 最佳表情包奖入围的有 一号入围ropper rapper 别看他年纪轻轻 这个奖项却早就被他预定 谁也没能预计 表情包将成为他的履历 用面部肌肉 承担起整个联盟的内心活动 那就是 比赛重在参与 表情必须第一 这是keeper 他就是聚爆盆 keeper 这是什么环节 二号入围ropper TZT 一个正经一线吃瓜ropper 往生重拳出击 现实委委诺诺 巅峰对决里最爱看热闹的颜值担当 最没有偶像包袱的冲浪一哥 全身都在reaction的TZT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三号入围ropper 功夫胖 他不仅有丰富的词库 我不交朋友的 还有多变的表情包裹 我不交朋友的 他用表情展示了对干饭的渴望 我们可以先吃个饭不了 再过饭点就不健康了 吃得挺好吃的 好吃的 吃的 吃的 对别人的认可 对下班的向往 他的可爱表情 是节目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他就是长江以南最帅的胖子 功夫胖 四号入围ropper 王以泰 真正的reaction大师 大师 不光用心说唱 还会用脸听歌 用表情来牵动flow的多变 真正靠脸吃饭的门面担当 每一顿肌肤都在闪光 小嘴 他就是互联网脸替一哥 脸替一哥 王以泰 太绝了 可以 本来我觉得说我好像有在表情馆里 这么看下来好像我好像没有在表情馆里 就好像管了但又好像没管是吧 没有 那么到底谁会获得最佳表情褒奖 将由你们自己决定拿起你们手中的投票器 支持谁就给谁投票 投票倒计时十秒 我已经迫不及待给自己投上一票了 来来来我们都支持你 就是我们兄弟我们都投你 一个人就是王以泰 我投给你了 我投给你 我感觉我投票都投得很死挂 让我们看一下那头结果 周旺爽乖 自己搬给自己 拿下冰箱 这里可笑的是抽出来的颁奖人也是王以泰 现在请王以泰上台为王以泰颁奖 来请闪火给闪火戴上我们的兽带 他来演一演 谢谢颁奖嘉宾王以泰 请获奖人王以泰发表获奖感言 首先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 我从你手上接过这个奖感到无比的荣幸 下一次我会贡献更多的丑相给大家 充斥大家的微信是我的 对吧我的人生目标 OK 谢谢 谢谢闪火 太不容易了 太哭了 哭了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接下来我们要颁的奖项是 最佳狠话奖 这个太 我要先问一下 这一季 你们对谁放过的狠话 印象最深刻 盛宇 有一轮狗哥说 看看是我们的 punch line比较厉害 还是你们的旋律比较厉害 然后爱热 我们厉害 趁现在我们来交进一轮 对 看看是你的旋律比较厉害 还是我们的说唱比较猛 我们厉害 画之毛 爱热的这个狠话 有点超出了我们过去说 所谓的狠话的这个范畴 是吧 对 狗哥 你听过什么比较厉害的狠话 刘聪的 有一个什么 巅峰收场对决 回去把腿跪瘸 这个太帅了 为了这个节目真的活出去了 我们对不起 对不起 为了巅峰对决 回家要把腿跪瘸 提提说的一个 那个要把冰块融化冰块 别怪我口直心快 今天巅峰对决 看我融化冰块 嘎里有个狠话狠狠的 什么 不管你们是要 干啥还是要撕外套 给你们拍张失败照 我随便你是撕T恤 还是撕外套 我跟提提在这里 给你们俩拍张 失败照 失败照 看来大家对于 伙伴们放的狠话 都还是有一些认知啊 现在我要来 为本轮奖项 抽一个颁奖人 我们来抽 来 看看有没有王以太 这一轮的颠奖人我非常地喜欢 来 来 和平团检乐园啊 好 最佳狠话奖 最佳狠话奖 今年在巅峰对决的舞台上 输不丢人 怕才丢人 面对强者还无所畏惧 敢于撂狠话 这就是黑怕 到底谁会入围我们最佳狠话奖呢 请看我们的VCR 最佳狠话奖 肉围的有 一号入围Rapper 万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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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舞台上狂拽炫酷 舞台下最爱王心凌的说唱武则天 我是中文说唱武则天 放狠话全靠百度 我可以把我那个百度的借给你 鲁迅曾经说过我 楼 一开口让人退退退 他就是搞笑美女万尼达 维尼达 你们被女人打破了 满地早羊那种 二号入围Rapper TL刘聪 场上的冷脸王子 场上的旋律帅哥 我和我的兄弟来到了巅峰对决 如果CDC对CSC 那其他人都是天真配角 很况不说则已 一说必须给你要运的KL刘聪 今天不吃传菜也不吃香菜 请你们吃咖喱鸡 我们让他们吃吃狗粮 看谁能笑到最后 看谁能笑最后 看谁能笑最后 三号入围Rapper 咖喱 去吧直接上去吃吧 让他去吧 私下里腼腆的腔调宝贝 台上横话 照样呛坏你肺 Rapper 不需要TCSC 如果HIPHOP就造的话 我们别玩了 来 话少也刀刀刀肉 降维打机后 还不忘给你拍个照 我随便你是撕T恤还是撕外套 我跟TD在这里给你们俩拍一张 失败照 失败照 四号入围Rapper 爱热 面对活着的传奇 他用最无辜的表情说着最狠的话 如果这场输了 也不要想什么文化 我直接退休 直接退休 你要退休吗 你有好多哥在我们耳机里了 你退休也没所谓了 退休也没所谓了 小嘴一开格局打开 说好不放口话 出口比谁都炸 看看是你的旋律比较厉害 还是我们的说唱比较猛 我们厉害 我们厉害 他就是爱热 那么恭喜爱热刘聪万尼达咖喱 入围最佳狠话奖 我想知道入围的感受 有点惭愧 哪儿惭愧 两句都是对狗哥说的 其实我说的时候腿都在发软 怕狗哥要拉黑了 伤储而已不拉黑了 非常腼腆的咖喱同学 竟然入围了最佳狠话奖 怎么感觉 其实我自己觉得 就是狠话这个环节 压力要比我们表演还要大 真蛮大的 没有啊 你当天递死我的时候 就挺狠的 这个也蛮狠的 OK 这轮特别开心 那么谁会获得最佳狠话奖 拿起你们手中的投票器 支持谁就给谁投票 倒计时10秒 我从来张力宝贝了 看一下 那头结果 恭喜艾热获得今年的最佳狠话奖 请上台领奖 那么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Bridge为艾热颁奖 好 谢谢我们的颁奖人Bridge 那么请艾热发表自己的获奖感言 放去狠话吧 放去狠话吧 首先我想感谢我的家人 还有所有支持我的兄弟们 这个奖我觉得我实至名归 可以 我只想感谢我自己就是这么狠 我们颁下一个奖项叫最强手腕奖 我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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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远可以退出 再见 好 我记得盛宇在第一天进入巅峰基地的时候说 要和杨和苏掰手腕一决高架 你们一个一个手他这个 就掰下手腕了 我这个台子 谁不服 我们以三轮两局的 跟杨和苏掰一掰 我们自己直接提名了三位 圣语 杨和苏 刘炫廷 Let's go 规则 首先黑白配 选出两个人先掰 胜者跟第三个人掰 来 先黑白配 黑白配 好 圣语直接进入决赦轮 第一轮杨和苏对刘炫廷 炫廷加油 圣语你先当裁判 来 我们一举定胜负 三 二 一 好男 一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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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平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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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差不多是这样子 因为时间到这个地方就僵持住了 换手 嗯对换左手换左手 来 我这么猛 这也听这么猛吗 这听听梦的 真的听梦的 属实听梦的 3 你们拉拨准备好了吗 2 开始 加油 加油 哦 加油 加油 我觉得这样应该算顺庭 这一把 左手 左手 左手稀败 左手稀败 这样 左手稀败 我退出 我来宣布 在第一轮 刘旋庭 1比0 战胜羊和苏 好不好 对 苏苏首先退出竞争 对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 需要有胜负的比赛 这太认真 不是我衣服受线吗 这个线布浴 准备 一局定胜负 哈哈 什么 3 2 1 我们是CSC 余哥 CSC 2 CSC CSC 2 我们是CSC CSC 1 2 1 2 1 2 2 2 3 恭喜刘旋庭 获得中国说唱题目的最佳 摆手腕奖 手腕刺王 虽然你杀出一条新的赛道了 我想邀请圣语杨和苏 为刘旋庭摆奖 来 大厦来 来 小哥 哇 来 苏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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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圣语 谢阳苏 刘仙凌发表获奖感言 对 就是很莫名其妙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提名我 但就是再接再厉吧 这个奖项所去评选的这个 是我非常喜欢看的 叫最佳离地奖 真是这个 跳起来了 最佳离地奖推选谁 周岩 老干 周岩真能跳 是啊 好 我们来为本轮抽奖 抽一个颁奖人 要说个没有的 葱哥 葱哥如果要颁个奖 要把他商天的话都说了 颁奖人是Capper Capper宣读颁奖词 来 今年的每个舞台 大家都是用尽热血来表演 很多rapper都在说 很多年没有这么拼这么卷 这么斗志昂扬了 所以才让观众看到如此多 充满生命力的巅峰舞台 每一个极致表演的背后 都需要rapper超强的体力 才能造翻整个现场 让观众双脚离地 到底谁会入围最佳离地奖呢 请看VCR 最佳离地奖入围的有 一号入围rapper MC Hotdog 热狗 黑泡大疯 他是巅峰对决里的老大哥 他除了说唱什么都不会 他从导师到联盟发起人 人家比得火热 他却依然坚持我行我素 他用生命在说唱 用灵魂在燃烧 挑破的是裤子 缝起来的是说唱精神 二号入围rapper Guy 周妍 论舞台上的活力 他属第二 谁属第一 就算是彩排 他都耗尽体力 这首歌现场彩排完 感觉怎么样 让表演尽善尽美 在他的舞台没有地心引力 具有双脚离地 他就是舞台上火力全开的王者 Guy 周妍 三号入围rapper Mama 毛眼期 我还能离地呢 他拥有顶级唱跳实力 让舞台更炸更炫更火力 生命在于运动 说唱让你心动 挖几家套全都站好 他就是说唱进舞团 爸爸 毛眼期 确实还是能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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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入围rapper 富瑞吉 Bridge 用活力感染舞台 是他的拿手强项 只要有他在的舞台 表演就永不散场 没有人比他更懂观众 和舞台之间的桥梁 他就是人见人爱的 Hip-Hop之子 Bridge 不相模仲啊 感觉又厉害 风格各不相同 采访一下入围感受 狗哥 我肯定是觉得Guy 其实我在很多次采访里面 我都想我觉得就是 所有rapper里面 就是盖最会表演 都先不要管音乐怎么样 就单纯论演出这件事情 他真的是最顶 这个评价极高 那周妍同学入围最佳离地奖 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跟我自己的那种 喜欢的那种风格有关系 我喜欢看到人群那种 就是爆发力的样子 会让我更热血沸腾 对 然后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其实 对 我还是在地上的 不像Bridge 直接在桌子上 Bridge就不在地上 怎么看Bridge 我那个离地是原因是 那个从小我个子不高 然后呢 我就可能需要一个什么支撑物 站着 然后这样去仰视别人 去仰视别人 但我觉得狗哥他们说的对 那最佳离地奖 反正我这个票一定要投给盖 What 那么到底谁会获得最佳离地奖 支持谁就给谁投票 投票倒计时 10秒 好 这是今天第一个跟说唱有关的奖 最佳离地奖的内投结果 获奖的是 周延 11票 大比分获胜 请周延上台领奖 那本轮的颁奖人是 盆 我吗 弱 还有这事 卡普 正式起来了 运动员入场 这不敢了 还有奖品呢 最佳离地 时至名归 我们继续颁奖 这个奖项的名字 我特别地喜欢 叫最佳锁住奖 最佳锁住奖 锁住奖 又要来奇奇怪怪的 他们两个吧 这俩 跑不脱了 你们这一组 这个锁住呢 是默契也好 相爱相杀也好 兄弟一起也好 简单来说 这个奖项要颁给 在今年节目里 互相锁住的Raps up 你们觉得锁的最紧的是谁 王以泰 闪火 王以泰 给爱热 王以泰和闪火又锁住了 锁太紧 王以泰刚给闪火颁完奖 就锁住了 第一个奖王以泰 第二个奖爱热 第三个奖王以泰爱热 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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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们来为本轮奖项 抽取一个颁奖人 公平公众公开 公平公众公开 然后如果不喜欢就重转 哈哈哈哈 来 早安可以 好好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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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让安哥给自己颁个奖页 来 早安 请宣读颁奖词 早安有郭英修 对 对 早安学表演的来 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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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锁住奖 拨 你还有这一面 没见过吧 每个rapper都在不同的地域扎根自己的说唱文化 所以来这里之前很多rapper互相之间只是点头之交 但因为在巅峰对决组成联盟 很多原本陌生的rapper 结果意外变成了最佳拍档 甚至牢牢锁住了彼此 心心相惜 连网友都忍不住给这些组合取了很多昵称 到底谁会入围最佳锁住奖呢 请看VCR 最佳锁住奖入围的有 因为蛮锁的我们 一号入围rapper 她们是中国说唱最顶尖的女rapper 一个个性张扬热情勇敢 一个古灵精怪风情万种 大家可能会觉得她很凶 但其实我觉得她很可爱 她在我眼中就是一个搞笑女 从一开始的相爱相杀 你非要想输的话我就成全你 到后来非你不可的写手同行 我想说爸爸你必须选我 我肯定选你你放心吧 她们就是形影不离的青岛推 青岛推 我好像舞独 不要想舞独 二号入围rapper 杨和苏K&G and 早安 给大家介绍一下 Free All 早安 她们一个是乖巧的小绵羊 希望她们不会把我当成羊吧 一个是霸道的大反派 那个名字 今天把人给咋吹 最开始因无人选择被迫成为一组 但命运的安排让最合适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大家好 我是早安 Let's free out Go to the key engine 她们互相给对方力量 互相做形象管理 漏水 我就是为了漏水 我不想你漏 我想要漏水 不行 哎呦 哎呦 刚好入围rapper TVT and Garlene 她们一个冻若脱兔 一个静若猝死 一个爱闹 一个不爱笑 她们是公认的帅哥组合 偶尔会给对方挖坑 咱们赢的话 你们能不能在镜头前唱一首爱你 突然搭了那个朋友 你要加这个手手 但是关键时刻 她们是互相最坚实的靠山 我随便你是撕T恤还是撕外套 你这个又来又来又来 你这个经典镜头 她们就是想时刻锁在一起的 咖喱踢 四号入围rapper 王以泰和爱热air 她们是双向奔赴的双子兄弟 我觉得王以泰是中国rapper里写歌词 最好的三个人之中的一个 另外两个人 我目前还不知道是谁 我觉得爱热是音乐上线最高的rapper 一个热情似火 爱热 爱热 我跟爱热 如果只能选择一个人的话 这一轮我会选择爱热 一个瓶颈如水 我其实没有特别想挑战的人 我觉得谁都可以 我们大家都是路人 你肝胆香到底写的谁 你肯定写的爱热 肯定 但我没写你 解释一号 不用解释 话说太明显了 没必要吧 她们曾被无情拆散 但是最终她们不离不计 再次走到了一集 面子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再给你带一次吧 特别喜欢给我带面子 她们就是不怕变老的太热 可以 今年这个比赛还可以 但如果最佳组合不是爱热 和以太的话 我觉得这太没意思了 好 谢谢肖道 埃子哥 波音之王 入围锁助奖的感受是什么 咖喱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好 我觉得名正言顺 好的 那么到底谁会获得 最佳锁助奖 拿起手中投票计 支持谁就给谁投票 倒计时10秒开始 让我们看一下内投结果 6比6贫 那么恭喜杨和苏早安 我们两个一起 共同获得本季的最佳锁助奖 锁死锁死 然后我们先请颁奖嘉宾早安 给万万为尼达颁奖 不会两个人套一个吧 锁助就要两个人套一个 对 两个套一个 恭喜娃娃和维尼达 恭喜娃娃和维尼达 黄岛卷 然后我们要有请娃娃和维尼达 给杨和苏早安颁奖 套得下 套得下 我们两个还有好多空戏 快来 你们 你们 发表获奖感言 女女第一 来 非常感谢大家可以 颁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奖 继续奖 很难得 因为人生中没有多少奖可以得 没有多少奖可以得 没有多少奖可以得 其实我其实想讲一句 比较真诚的话 就是蛮难得的 我们两个女孩 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而且走到这个环节 然后确实真的也希望看到 更多的女孩 能够能够在这出现 对 好 鼓掌 我觉得我跟娃娃在彼此的生命中 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爱了 爱了爱了 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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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娃娃您的 有请早安杨和苏带来获奖感言 没有我真的觉得 是开心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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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吗 对 赢了吗 最要赢 最要赢 我觉得我俩最开心的就是 能我俩在一起 在为一起之地 再多拿一条链子 其实这个节目里面 真的我跟早安杨来了以后 才认识的 然后也确实 其实在这段相处的过程里面 确实是 互相给了互相很多的力量的 然后呢 我也很感谢早安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能够成为兄弟 对 就真的 这个是真的 对 爽助 爽助 谢谢早安杨和苏 请各位 恭喜你们获奖 非常好 我们继续颁奖 下一个奖我喜欢 接下来要颁出的奖 是单人奖项 叫最绷不住奖 最绷不住奖 你们要思考一下 在节目里谁哭过 为什么哭 为什么哭 Bridge 谁哭过 为什么哭 为了比赛 为了荣誉 为了兄弟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种状态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就是包括演出的时候 以及我觉得特别在这种空间里面 你想一生能有几次机会 是这么大一群rapper 在一起过一个夏天 然后一起再互相比较 我觉得这记忆都会是很感动的那一面 对 我觉得绷不住的背后是真的被这个东西打动 那我觉得 在我看来如果这些音乐 连我们自己这些人都打动不了 我们凭什么去打动 对 别人呢 可能别人还没有我们这些人的感同身受 好 那么到底谁会获得最绷不住奖呢 在此之前我要抽一个颁奖人 这个好 狗哥 有请狗哥 请 本轮的颁奖人热狗宣读颁奖词 最绷不住奖 在座的每一位都很真性情 都很keep red 藏不住心中的热血 也绷不住感动的眼泪 他让我们看到了更多铁汉柔情 也让我们见识到 不怕rapper说狠话 就怕rapper哭鼻子 到底谁会入围最绷不住奖呢 请看VCR 最绷不住奖 入围的有 来了来了 看一下 这是我们这一代 他用最真挚的情感演绎了什么是温柔的胖子 眼泪是他最真实的表达 无论是歌词还是话语 都表现出他这一代人对说唱的热爱 他就是绷不住流泪的香江慈王 拱夫胖 我可能要选胖歌了 试一下 二号入围rapper 宝石劲 他是巅峰对决的搞笑担当 跳语连珠嘻嘻哈哈 你是多出善感 容易被音乐感动的老baby 他是不再年轻但是永远热泪盈眶的宝石劲 三号入围rapper 盖周岩 你以为他是not friendly的说唱大佬 其实他也可以是眼泪汪汪的感性ropper 盖这时候你不哭一下 我准备 但是这么多人 绷不住的不只是他的眼泪 还有他对说唱的热爱 他就是盖周岩 四号入围rapper 万尼达 维尼达 这个真的就像这样子 他是笑着笑着突然哭了 哭声比笑声更为魔性的反差萌美女 他就是爱死一句 你值得就泪洒当场的维尼达 自私假装坚强 我是经常因为感动 就会让我觉得 有人爱我 我真的是幸运的笨蛋 你怎么看你哭我也想哭 谢谢我们的班权人狗哥 谢谢狗哥 恭喜公布胖老旧盖和维尼达入围 最绷不住奖 你的 你又哭了 没有 我因为我有那个 他又哭了 我有那个 不是我是我就是 看他自己哭的 我看别人哭我会想哭 这不是别人 那不是外人 对 那都是自己人 反正真的有点难看就是了 就是 不难看不难看 不难看一点都不难看 我也没想到那天会这个样子 就很感动 真情流露是不是 对 到底谁会获得最绷不住奖 由你们自己决定 拿起手中投票器 投票倒计时 十秒 我投你了 我这样子很难投 一定要投 好 让我们看一下 本轮的那投结果 获得最绷不住奖的是 我看了多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为尼达 恭喜 为尼达获得最绷不住奖 让我们的颁奖嘉宾 狗哥为尼达颁奖 尼达 哭一个 哭一个 尼达 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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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狗哥还有一个优酸乳 谢谢 OK 谢谢狗哥 那么尼达 发表你的获奖感言 我这辈子最不想领的奖 应该是这个奖 对 我希望我下次可以领一些正经的奖 谢谢各位的支持 来 这个时候大家把它上一轮说的话捡过来 说人生能得的奖并不多 得每一个奖都是很开心 很难得 因为人生中没有多少奖可以得 哈哈哈哈 是这么说的吧 他是这么说的吧 好 恭喜你